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0年才出第一张的专辑 我肯定会 你一定花尽心思 而且一定是很完美的一张专辑 所以我希望你的专辑能够可以大卖 大卖 大卖 然后顺顺利利 成功 恭喜恭喜 如果你问我 教教是属于什么样的颜色 我会选择金色 因为我觉得教教在主持方面 他好像有用不还的活力 然后还能够可以表达他的一种生动的 还有活泼的一面 眼神是会发光子的 所以金色属于你的 谢谢天王 郭富城 诚哥 哇 这个大卖大卖大卖 听起来很像我以前帮他写的大义输入法 就要一直重复一样的字句 多年前在唱片公司当时的企划人员邀请之下 为他填了一首歌词 就是大义输入法制 对不起 我爱你 也有拍成MV 一直在重复一样的字句 那个时候是我在超级星星天的一个梗 就是在超级星天有这么多组织群 总要想点办法才能够有镜头 才能够有话题 所以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从电脑的输入法 大义输入法这五个字 想到了 想到了把每一首歌都唱成一直重复的歌词 因为记歌词本来就很难嘛 对不对 所以就一直repeat 但是听起来又不会很怪 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不知道老观众们记不记得这个梗 比如说假设用心两口好了 你说你 你说你 偏偏注定 你说你 心已那 诶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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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想要逃 熄灭了 想要逃 人心两口想要逃 就是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 类似这样的意思 好三八哦 好 谢谢Aaron帮我想成金色 其实每一个人在想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猜他们也很痛苦 像五月天说我是香吉士的橙色 蛮有意思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一篇 他们说我是就是可能乍看不是最强眼的火红色的火龙骨 但是没有人会排斥香吉士或柳橙枝 因为很营养之类的 金色 嗯 酷 我喜欢 该不会是因为 刚好这一天郭富全是金头发 所以他就 而且手上竟然有一块金色的板子 这也太神奇了吧 Anyway 嗯 如同他讲的 三十年才有一张专辑 当然是用尽心力 可是 也许做出来的东西 跟大家想象略有不同 我并没有去堆叠出一个非常华丽的阵容 或者是什么 叮叮叮叮的那种 阵仗 我 我反而很回归音乐的淳朴 就是旋律 还有跟歌词的契合度 这些歌 三年 五年 十年 如果你再拿出来听 不会觉得害羞 不会觉得尴尬 不会觉得落伍 不会觉得过时 而且那个旋律还是好的 那我觉得就成功了 当下听一次两次 记不起来 或者是说 别的音乐好吵喔 我就去练那些歌 可是我有信心 这一些旋律是千锤百练 在我心中端出来的音符组合 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因此我不敢说它是什么 用心良苦的什么什么杰作 但是 回归到音乐这件事情 我是很笃定的 其他的 包括我的MV也很简单 就是简单的剧情 简单的对嘴 但是 听歌 听歌曲本身 不是音乐的最重点吗 我认为了 OK 当然包装行销很重要 可是回归到音乐性 就像我自己听那么多歌 从60年代70年代到现在 时不时会哼起来的还是那些 厉害的旋律 所以我希望我的专辑是这样的路线 期盼各位能够理解 不一定要非要很爱 但是 期盼你们能够理解 我做的专辑 跟别人略有不同的地方 再次谢谢郭天王 下期见 再见